各位學員,大家早 這個課是最沒課 說起來 可能我們的學員 有在YouTube或是我們的官網 官網都有看到 其實在台灣民政府 已經很久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 很多人 沒了解台灣民政府 我講台語這樣聽懂嗎 還是 都可以 我怕說 應該這個年會 我們說台語 應該是都聽得比較有 我 說我不會說很近 我最主要的就是 這個議題我講 我會對頭到會 給他講的聲音 讓大家會了解 如果我對頭 我會對頭到會 有時候 你聽不懂 聽不懂你來這裡要做什麼 因為這個年紀 我們還坐在這裡 不是我們十幾歲 我們要坐 做學生那時候坐 沒關係,坐幾天 我們這個年紀 在這裡要叫你坐兩天 真的 真的是很累 很累 很辛苦 你們 你們五六禮拜都沒有休息 這個架在當中沒有休息 我就覺得 這個精神 每天都在勤勤 事實說 我在這裡 也很久的時間 這間是第一教室 我們集訓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 我們的餐廳 那個大高聖 那是第二教室 你們之前上初級班 那是第三教室 原先 在這裡 你知道嗎 那些人是坐到後面 沒位 都沒位 當然 這座路 我們 這條路 是很艱難 你想說 台灣民政府 是用政府的名義 政府 如果中華美國 如果是真正 他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 你要聽得好 如果他 如果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容許 有在一個政府的存在 這樣你聽得好 你像說 現在美國 你再用這個 新的美國政府 這樣你就剩下了 另外那個政府 全部會被消滅 你可以用一個邏輯 去想 為什麼 我們今天 的地位 沒有正常化 到底是 不正常化在哪裡 你 你的版本 跟我的版本 教學 都相同 我們的課工 都相同 你在國學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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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學 幾乎都是一樣的版本 為什麼 在我們的主路 我們的主路在外國 去留學 他所得到的真正的教材 跟他在台灣的教材 是不一樣的 你們不知道 去了解嗎 因為我在港科當中 在歐斯里亞 有我們台灣人 會主路 在那兒留學 要生兩個兒子 說 海啊 我用的這張 新聞正是假的 我們代表 我們 我們的個人 的新聞 這張是假的 要怎麼 坐飛機 拚回來台灣 親身來問我 我說 海啊 我這兩個兒子 要怎麼 他說 我但是 我非常熟悉 所以他聽到 他要問的問題 我都跟他 一一來疊 我說 你趕緊請這張 我們 這個台灣民政府 所發的 這個 ID 他是有 經過 美國的 有關單位 認可 你看那些後面 右下角 USNG 那個 不可以 亂 亂 亂寫的 因為 剛才 我們的 彭蔣師傅說 他說 進入聯合國 那是我 親自 帶團進去的 我是當團長 那個 壓力是非常大 屬性 他講的是事實 那個 不是簡潔 進入聯合國 那是不是簡潔的 那不是說 像電腦這麼方便 科技這麼發達 我來簡潔 要把它倒 那不可能的 但那面 機子 那在後面 那你怎麼倒 我做團長在那裡 那個人 都是活生生的人 要怎麼說 那你如果說 政見 無效的話 根本是 不可以進去的 這待會兒 我會很熟悉 來做一個解說 我們進入 今天的主題 真的台灣地位 沒有正常化 真的是很可憐 因為我相信 因為這個法理 法理是不會變的 法理是不會變 你們這樣看 哪有 會想過更賣 不會 不會 這個議題就是 台灣近代史的真相 我會用 因為每一個工書 每一個工書的課綱 議題不一樣 但是在法理上 有雷同的 那都是重點 因為這個工書 是不能亂講的 不能亂講的 因為有一些工書 起生幾年以前 因為這是Live 全球都可以聽得到 看得到 但是美國的有關單位 起生尤其是新的講師 他一上來 我們不是要做工書 秘書長同意就OK 不是 我們要把所有我的資料 上過美國 美國有關單位 有三個人 他會聽這個戴耳機 他會聽你在講課 我講法語他聽不懂 我如果說台語他也聽不懂 但是我講英語他聽不懂 華語跟台語 法語跟台語 他有兩個人會聽 聽起來反正英語 這個意思就是 你是不是你說的話 你的思想 是不是有朝向台獨的方向去走 因為台灣民政府 不主張台獨 我們沒有獨立的問題 美國很清楚地說 台灣不享有主權獨立 我們這個土地 就不是我們下 是不是 不是說我們住在這裡 我土地我也有所有寬爭 那是一個地上物而已 真正正的說 這個土地是我的 那個人 哪有主意說 這個土地是他的 那是什麼人 當然是我們 敵到這個土地 就是台青 台青帝國的風地 那時候是殖民地 因為萬國公法有規定 殖民地可以割讓 領土是不可以割讓 那當然是天皇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得到台灣澎湖這塊領土 的事實主權的時候 台青有款 他放棄 但是日本天皇 他也按照這個 萬國公法的SOP 慢慢慢慢 皇民化 也有定義台灣基本法 然後 他叫四五年的四月邪 他合憑 台灣和朋友 是他的領土 這樣英文就都掛不出去了 你再戰爭 失敗 永遠都割讓 不能割讓 都沒辦法 掛了 現在我們這個議題 第二點就是說 法律的訴求 以法律的程序 以法律的領事 去得到真相 我用歷史來證明 證明台灣朋友 到底這個土地的三本地 租款到底是誰的 用法律的領事 來讓台灣的地位可以正相化 這是重點 再來 就是第三點的部分 TCG 什麼叫做TCG 有的人是 他不知道 他如果當作 那是民進黨的 那是台灣國 為什麼一定要用台灣民進府 一個月就不能減 一個月就不能減 到現在目前為止 因為被占領區 被占領區 被占領的地區 一定要由人民 成立民進府 這個 待會兒在這個公園 美國 在華盛頓DC 也給我們設立辦公室 我親身 又被占領區 又被占領 那個占領 那個占領 空間很低 三占 所以說他把牠頓 掛在占領 我跟總理 作為占領 給大家見證 不是我們用嘴巴講的 美國的有關單位 在華盛頓DC 他有給我們設辦公室 那就是諮詢委員會 要讓我們大家了解說 你對這個部分 有什麼問題 相關的議題可以去討論 來 這個 我們Google找的都有 我用 比較簡單 比較簡便的方式 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這是台灣跟朋友 過去 有幾個國家 在台灣跟朋友 有殖民國 他在民的時候 他們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台灣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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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台青 台青也關212年了 他才沒有台灣的主權 我們大致上來看一下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荷蘭他在一六二十年 他就在台灣這裡殖民國 再來 鄭成功 鄭成功 趕著荷蘭人的時候 他也在台灣這裡殖民 這待會兒 大致上我們有圖可以證明一下 大清帝國統治 212年 也沒有台灣的主權 也沒有台灣的主權 在1894年 有發生這個江湖戰爭 這我們科本 都總有看 有打過 很大時間結束 所以說在1995年 4月11日 有簽這個 蘭蘭的馬關條約 但是日本 它是用下關 下關條約 下關是地名 你如果在日本的地道 你查 下關就是在山口線 山口關的下面而已 在那裡 那叫做村返樓 村返樓在那裡 簽約 再來就是天皇 天皇 征服台灣 他什麼時間 對1995年 到1995年 1995年 就是對台灣頭到台灣尾 他不是用部隊 他是用情報 但是你為什麼 這個我大概 要講到一個歷史 其實 透過很多日本人 他們的皇親 就是跟天皇 比較有關 那些人 是怎樣 一九四五年 這個進政 阿北東方的進政 太平洋戰爭 是怎樣 農中是我們原住民 高砂族 他很忠誠 你想想 包括現在也相同 在天皇 在天皇 情報 後 後 你看看 高砂 為婦女 帶孩子 都做的主宰 很忠心的一個族群 日本天皇 他很驚討 台灣人 就是這個高砂 所以說 在那時候 沒有 合併 領土的時候 那時候叫做 義勇軍 那個義勇軍 我們的高砂族 真的有夠用 都在 湯匆 他們 日本人 看來 真的很佩服 所以說 有一些酬長 都會跟 弘青 他們有婚姻 通婚 所以說 我們的血統 有夠好 包括日本 包括 荷蘭 的毛利人 也在台灣 尋親 血緣 血緣 那是血緣 你們回去 你們看 那種手 稍微拗 這個手 一分 是我們的腳 腳不知道 有稍微拼 我們都是 貧捕族的後衣 那個血緣很深 還可以證明 就是說 我們 那個 那個 複籍 那個 那個 是不是 那個 我們日治時代的 複籍成本 你如果 穿出來 都有兩點 褐褐 幫你做褐褐的 那個 原文就是 生 跟熟 生 跟熟 沒有 什麼 那個 那個 廣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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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假的 那就是假的 也沒有以前說像 我們當時說 有當時說沒有當時說沒有當時說 那都是假的歷史 厭選 血緣 可以用科學來證明 林瑪麗教授 他就是用 那個 那個 血緣 A型 B型 AB型 O型 他是研發這個血型 啊 意外之中 它發生了我們這個DNA 就是那個血緣 來證明的 也是一大的突破 來 到這個1937年4月1日 就是開始發明化 再來第二次世界炸彈 就是1941年的12月7號 12月7號 在這個1945年4月1號 實施民治憲法 之前 這個都是殖民地 這都是殖民 都是殖民地時代 到1945年4月1號 到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生肖之前 這個 台灣和平和 都 我們也是 一個主權 獨立國家的一部分 在那個年代 我們也跟 主權 獨立的國家 的一部分 台灣和平和 因為實施民地憲法 就是 內地延伸 從 台灣和平和 日本的領土 合併 這在 國際戰爭法 萬國共法裡面 都有規定 因為 領土 佔領 不得 移轉主權 這是 國際戰爭法 一個鐵則 很重要 一個鐵則 剛才 的 論壇 有說到 這個 台灣美國 這個政府 我們 一些 比較資深的 一個講師 也是 很有經驗 所以說 在法例 他們 非常的清楚 敵人 我們現在 第二教室的論壇 會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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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時間 可以去看看 再來 再來 這個 1945年 8月15號 就是 日本天皇 無條件投降 因為 8月6號 就是 島下 這棵原主炸 這個炸 在廣島 9號 是在長崎 長崎 這死很多人 死很多人 待會兒 這個 8月6號的原子彈 我們有影片可以看 1945年的 10月25號 這天 如果 在我們 沒想過法例的時候 我們還是到外面 台灣人收港 我們本土台灣人 很多台灣人 都要5年 這天是光火節 其實這天是 盟軍 麥克拉社 所領導的盟軍 占領日 那天是 占領日 所有 有參加戰爭的 分配占領 這天就是 占領日 分配占領 1946年的 1月12號 改變我們的國籍 這也是 違背的戰爭法 違背戰爭法 這是不應該的 因為你要改變國籍 在這個 人權公約裡面 第15條 之一跟之二 它有明文的規定 如果 要改變國籍 要 本人 你要有 意願 資源跟合法性 它這都沒有合法 1月之間 但是這個 等一下 這個原文 你們會看到 這些科期都會課 你們等一下還要考試嗎 這都會考試 再來就是 1947年的5月3號 麥克拉社 修改民治憲法 民治憲法 總共有73條 他修改第四條和第九條 第四條就是 從日本天皇 他的國政 他的管理 把他調起來 國政跟 就是 從 他的管理 他修改 叫人民 所造成的政府 跟盟軍簽約 再來 1947年的228事件 這如果一般 我們現在年輕人 應該都不知道 讀小孩子也不知道 甚至在大學 大學 還要將這個事件 課綱 把他改掉 這是不對的 你像 母年那些 德國 政革 都在滅祀 你像 德國人的教育 跟日本的教育 有很雷同 世界最好的民族 就是 這兩個民族 你想說 在德國在教育 他對孩子 整個 把德國整個歷史 他還原 我們過去以前 怎麼怎麼怎麼 對孩子 你修法開始教育 受到教育的時候 義務教育 你就都讓他知道 我們 結果 我們很多人不知道 發生這個大陀山 你知道嗎 這個 世界 有四大殺人魔 蔣介石就是其中之一 他態勢很多人 你看 這個 本來 我有影片 但是就是 在這個教育 第一個教育 之前我也不知道 把鴨皮綁出來 那就是 月都是 青山 那一家 後面都流出來 白白 那就是都流腥 結果 在前面 有 有 這個 女童心 就是學員 拿 紙巾 在切脈 我看 我也 如果我講 要瘋起來 我會說 到底是怎麼樣 下課了以後 我問他 他就是228的受難家屬 真的也是想到很辛苦 所以我現在就用授課 用一些相片給大家看 再來就是1949年的5月20日 1975年的7月15日 戒嚴是全球最長的 38年又56天 再來就是1949年的6月15日 4萬多一塊 4萬多一塊 我想想說 如果現在1千萬 1千萬的新代表 這樣4萬多一塊 換算起來 200多塊而已 250塊 你如果想看那時候 這4萬多一塊 台灣人 也真是說很骨頭 那時候的福利 1月之間都變三年了 三年了 中占 我們現在大致上 我們看一下 荷蘭 東印度公司 這是全球 第一家公司 世界第一個有公司的 有公司這個名稱 就是東印度公司 他那時候起來的時候 荷蘭人 來統治 知名台灣 就是這個 中半部以下 中半部 中法 到我們這個 屏東這個方面 南部 在這裡而已 所以說他也沒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幾個台灣都統治 正成功 正式王朝 實際占領的區域 也是在台南這部分 在台南這一部分而已 這是台青 大清帝國管轄台灣 1683年到1985 這樣剛才212 加上212 剛才1895年 整個這個地圖 這個是西半部 我們平地 平地這邊 這個 就是高山 高山那邊 他都沒有統治到 那他們所說的 他們的官員所說的是 化外之地 那沒有人大的地方 所以說 他在這裡大這麼久 也沒有 這個 實際的主權 來 這個 江武戰爭之後 簽約的這個 馬關條約 我們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 這是 死政 開始 辦過之後 簽約辦過之後 開始死政 大致上我們看一下 這個馬關條約的原文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為定律合約 這部分就是 這個條約是 皇帝和皇帝簽約的 並不是政府和政府簽約的 所以說 所以說 台灣和平地 這個土地的 所有權 就是日本天皇的 日本天皇的 來 我們看的 這兩張照片 上面有什麼 李鋒章和伊藤博文 簽約的時候 日本的代表 是伊藤博文 李鋒章 這個 我們在 國後 國中 都 簽約到 但是 伊藤博文 看不到 所以說 利用這個時間 我跟大家做介紹 這個 馬關條約簽約人 日本代表的 就是這個 伊藤博文 這個 華山之祭 這個 我們都不要聽過 都不要聽過 我之前也不要聽 但是 伊藤博文 上課之後 大家 法理的課程 在新台灣論 我們也有看到 這就是 第一任 總督 他是第一任 總督 他是第一任的總督 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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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李鋒章的第二名 他們在 橫濱湾 裡面 就是 那時候 已經有40的主權 但是 要點高 包括 來 在這裡 這裡比較少 我就有詳細的做一個 註明 下官條約於1895年的4月17號簽署 這比較有國際性的條約 所以說 於生肖日 就是1895年的5月8號生肖 生肖 再來就是1895年的6月2日 我們在 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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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本派遣 華山之祭 就是日本天皇一派華山之祭 跟中國的代表 李鋒章的第二名 李鋒 為全權代表在基隆外海 日倫的 有一台叫做橫濱湾 完成台灣澎湖 讓渡交割的手續 所以說 我們以前在教科書 教材 都說 日本 竊佔台灣 這都寫得很清楚 並沒有什麼竊佔台灣的問題 還有一個 匯儀當中 在1922年的2月6號 有關太平洋的日美英法 這五個國家 以前都是很強的國家 在五國條裡面 跟六月22號 華盛頓 簽署 海軍軍備限制條 這就是 華盛頓 軍事條約 在這兩項 在這兩項 的這個 教育當中 它有選擇 日本天皇 和日本政府 這都有選擇 說 台灣跟澎湖 是 日本天皇的 一個領土 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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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得比較少 大家 沒關係 我把它關掉 這個 紅色的 這個 紅色這個 這個 這就是 日本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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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的時候 他把他 對台灣頭和台灣尾 全補 都有把他統治 所以說 他有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以條約 擁有台灣 及澎湖 事實主權 在萬國公法架構下 建立法理的主權 在法理上 他有屬性的主權 但是要到 他給四五年 他這個 憲法實施後 就合併在他的領土裡面 這個 這樣 第一 日本天皇 頭一個 建立這個主權 再來 什麼又建立 就不可能了 就是 第一個 擁有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就是 日本天皇 再來 就是 1937年的 4月1號 開始 黃明化 黃明化 第二 就是 就是 日本實施台灣 有一個基本法 它也有 日本實施台灣的基本法 就是 像現在 美國 他占了台灣 之後 他有台灣的一個基本法 台灣關係也是 它有一個基本法 其實 因為 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 有 人口所 六百萬人 那時候的環境 不太好 中國人來這裡通知的時候 那是非常壞 文藝也很多 所以說 他開始實施 基本法之後 他也有一個童話教育 也有一個環境 環境的衛生教育 跟語言的教育 他這個 疑忌的部分 為什麽要有這個通話教育 因為我們那時候 憑部族 也不要記憶了 所以說他這個 在六七年的當中 他對 五十音開始 開始教育 對這個 譬如說 我們家 有機車 但是以前的名字 叫什麽名 歐兜牌 對 這就是疑忌的一種 像說 我們 如果有做過水電 還有做過頭水 我們水電在抓 在加東西 在收東西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叫叫做片子 那收樓溪 那叫做樓賴肉 這都是疑忌嘛 包括我們如果是說 像現在 蓋了有夠熱的 來 鑑馬店 或是來僑集買一個 米爐 賣 人家說米爐 那都是很疑忌的 那是說 我們在以前 我們還是在 家裡 現在都有電視 比較少有收音機 我們都來自用 那就是 那都是疑忌的一種 這是 語言教育 到現在 我們還有流傳 還有很多 很多 這就是 褒免牌的一種 因為 雖然 我們這個年紀 沒有經過 但是在我們 道上的那個年代 我都會被他們問 我以前做的小孩 那時候小孩 怎麼會有蟋子 穿 都也躺著腳 都也躺著腳 但是那時候 比較沒有 尷尬 包括 我所知道的 我們 我們住三合院 那 那 店 都也討 討 但是它討很重 都很重 包括我們 家裡 也是土的 對 都用土的 我們還有 那個 我們 煮菜 那個 還有那個 我看到那個 那種味道 用 刨屏 枯頭 用起來 也還有那種 所以說 他做孩子的時候 那時候 同一個 不是現在的 醫務交易 他也沒有規定到七歲 才有 義務交易 他們那時候的年紀 在天晚上 是炒五歲 像這位 你看 那孩子 這個比較小 那位 這個比較大 大陰 就 覺得 比較老 有的 就 看起來 別生那個 像小孩 這樣而已 沒多 shape 但是他們都 軌軌手 這就 各國的 要比他 那就是 比較大陰 我 spot 我阿波 我差點 對面這個阿波 他現在 93歲 我 那是在八十幾歲的時候,八十五、六歲的時候,我剛加到台灣民進府的時候,他剛去餐,騎腳踏車,他的身體也很好,騎腳踏車,他看到我,他在叫我,他就說,他就說,哦,啊,你在用雷鳳喔,我說,是, 那我就說,好,啊,你,你這個,日本世代的人,就是說,那時候都有吵過的,會吵這個吵的,以前日本世代,他們都很做的,還是開玩笑啦,我就說,我就跟他們問,好,啊,你們以前騎腳踏車,他就說了,好,以前日本老師,他們現在也,那時候,他們那個老師,可能翁身去了, 沒有,他們那時候來,他們每一年,都會邀請,他們跟他們教育,那个年代的老師,來台灣,來福山,台北福山飯店請他們,來請他們,那時候感謝他們,對他们的教育,那時候的,日本人的教育,真的是難不斷的, 如果我聽他在說,教育,像現在的日本,我過日本過六、七座,過七座,我會沈心感受說,日本的教育,日本人的教育,很紮實,他從事教育真的是有一套,很用心。 為什麼日本的僵供原因出在教育,教育就是他們最基本的一個部分。 我簡單啦,因為我們不是說,我們在一個地方,雖然我們市都是道市,但是我們有這邊,那是赤城縣,正座,比較正座的地方,人的環境、衛生都整理得很清晰,他們有規劃向住宅區, 他們主體區就是主體區,你在商業區裡面,是不能住宅,商業區就是,你都賣東西,做商業的部分,他們有規劃。 工業區就是工業區,農業區就是農業區,住宅區,人都整個住宅。 我,我去的時候,我都很仔細在觀察,甚至於拍相片回來。 你如果像說,人的農業區,你知道那個地方喔。 你這樣,麥酒看起來,看到不看,那都是地外,那不是幾千家。 但是,他們一年是一收而已。 這時候,我們五月二號去的時候,我們還有看到,他們都撥下去而已。 還不是這麼高而已。 他們到十月過,十一月就高了嘛。 十一月就都落生了。 所以說,他們一年只要一收而已。 那整個,你如果像說,他們的水泥,他們用廣播的。 我當時叫他們那個閘門,就是說你一句禪,他們的水泥做得很好吃。 你廣播,你那個閘門給它開開,當時開始要入水了。 要喝水,那你當時把他們關起來。 水好像不濟飛水啦,不像這樣流流流流流的。 他們的水資員啊,很珍惜,因為他們也是四面都是返海嘛。 跟我們臺灣相同。 伊爾是說,我們在我們臺灣為什麼也有欠水的問題。 我們的水資源是很豐富的 在日本比較豐富 我們這裡還會做水災 在日本,在他們的東京都 我看見他們的地下室是水口 大樓的下面是水口 他們的水位是有固定 你如果在樓樓樓的水 不會擠水,都流在地下室的水口 他用定位 抹抹的時候,就流出來了 如果要欠水的時候,就是對水口抽出來 人家做得很好吃 我們這裡不是,把圍圖都做水口 到時候滾好下來,滾結結你不吃了 甚至八田雨衣在台南 黑山頭的水口 我一天,我在Youtube上 我又有看見一個影片 外台書的太太,生八個兒子 生八個兒子 真是說這是,對台灣 日本天空對台灣的見識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建設非常好 這是1941年的12月7號 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 為什麼會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 總是有原因 因為東條英姬 日本的首相 在那個年代 在那個年代 都在戰爭 但是東條英姬 他沒有概念 但是他的頭額很好 他說要維護到日本的領土 他一定要在海軍和空軍下功夫 就是說你要把海軍的軍事做得很好 把潛水艇、航空母艦、防護艦、驅逐艦 他都做很多 但是我們剛才看到 那個華盛頓軍事條約 裡面他有違背他們的一個規定 就是說 日本你可以做三隻的鑑鑽而已 結果他做得很好 他的人口室和軍人的人口室 他有限制 這樣 之後他由美國知道 他用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就是說 你不能出口 你也不能入口 你如果這樣下去 這個國家的海區 所以說 在12月5號的時候 他要 齊襲珍珠港的時候 他在入俄島 他就實施兩個月 因為入俄島和珍珠港很雷同 很相同 那個島嶼很像 所以說他在那邊的齊襲 不是偷襲 他在太平洋要到珍珠港 要有兩天的時間 他12月5號 他就出發了 到珍珠港的前十個小時 他才發布 發布向美國宣戰 是這樣 他那一次也是很成功 所以羅斯武總統在12月8號 總統在美國的憲法裡面 他有規定 總統沒有宣誓戰爭的一個權力 他是民主國家 是人民授權於國會 國會就是說 因為他們是人民的代表 收款給行政首長 由國會 來宣戰 然後由總統來執行 這樣 所以說 羅斯武在國會 在演講的時候 所有辦事 通過 由國會來宣戰這樣 所以說 在這邊齁 第二次世界大戰 開始了齁 哇 太平洋戰爭的一花 不可收拾 1945年4月1號 實施明日憲法 這張到這段要有效喔 之前齁 2013年 有七位日本的一個 一些學家 也有高修也有來 來的時候齁 秘書長有跟他們說 他說 這張的憲法實施於台灣 到現在還有沒有效 那個高修也跟我說 還是有效 那七位來 他們看到很驚訝 既然台灣 現在必做這樣 真的是不簡單 因為在全球齁 除了美國的加州 可以自給自足以外 第二個就是台灣 我們台灣沒有欠什麼 我們自己要生產的東西 我們絕對足夠 在台灣可以生存 我們現在來看 船底 日本 這是天皇 為什麼 在北京 來船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颗原子弹是4802公斤 我立刻认为它是美国的船 没有日本船长的船长 只有一个船长 我认为它是一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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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当时它是一船长 我认为它是一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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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一船长 或是一船长 我认为它是一船长 我认为它不是一船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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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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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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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枿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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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